基本上有 原本意思是說 就是在近期內 對 對 我現在腦子是24小時在轉 那種感覺是真的沒有休息的時間 所以你最有領養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好像躺在床上 最近睡眠品質不是很好 那老公會不會你心裡還是這樣 就是很棒 他很支持我 他覺得他看我做自己的生活做得很開心 他覺得這樣很好 會譬如說幫你 煲湯啊還是什麼 他處理你跳不通 我想他打了內心主義也是覺得說 或許 就是以後跟他去美國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老公有跟你體會就是 還是之後要搬到美國 嗯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無論是 他的工作的關係 或是 小孩子的教育的問題 都是我們在考量的一個原因 本來有 但他就是一再的 為我咽喉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 對我蠻好的 那你有做好心理準備要離開台灣這樣子嗎 沒有我說真的沒有 就跟他講說我真的很怕我去美國 會感覺自己像個廢人 我很怕我停下來 會覺得自己 好像失去了那個 生活重心 會怕自己 好像變成一個沒用的人 那他也懂這個感覺 因為他為了我來 來了台灣這麼多年 他很了解我的想法 我也很了解他現在的感受 所以我們一直在做這一方面的